北京时间4月21日 2024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 女子十米台跳水决赛 陈玉希以443.20分的高分夺冠 全红长207C再次出现失误 最终410.70分获得亚军 英国选手斯潘多里尼 344.60分获得季军 全红长玉希拿到429.45分 排名第一进入决赛 陈玉希玉赛416.50分位居第二 陈玉希擅长在决赛调整发挥 这场比赛她跳出了生涯的经典之作 成功打开了440分大关 陈玉希第一跳有两个10分 拿到了82.50分的高分 第二跳陈玉希虽然没有拿到10分 但是拿到了6个9.5分 从而拿到91.20分的高分 第三跳成为转折点 陈玉希626C发挥出色 拿到了5个9.5分和2个9.0分 从而获得94.05分的全场最高分 超越全红禅升到第一 陈玉希207C稳健拿下 获得87.45分 接着最后一跳也是发挥出色 拿到88分 从而总分来到443.20分 央视解说员也表示 陈玉希跳出了巅峰状态 对于陈玉希来说 在奥运年跳出440架 毫无疑问是大好事 她在大赛上的状态真的很稳 全红禅前两跳发挥完美 第一跳有两个10分 拿到了85.50分 第二跳也有两个10分 拿到91.20分 可惜第三跳水花有点大 拿到81.60分 排名掉到了第二名 她的压力也增大了 207C是全红禅的一个难点 她有过拿满分的表现 但是更多是跳杂 这次她的入水效果很差 只拿到了66分 排名下滑到第二 全红禅第五跳顶住压力 拿到86.40分 最终总分为410.70分 陈玉希在第五跳结束后 已经提前锁定了冠军 主管教练淡定鼓掌 而陈玉希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她竖起了拇指 庆祝夺冠 全红禅完成最后一跳之后 一路小跑来到了颁奖区 她和陈玉希拥抱道贺 中国跳水绝带双交 又是包揽了前两名 又是太明显了 巴黎奥运会 中国跳水队 拿到女子10米台 跳水单人 和双人项目冠军 没有什么悬念 对于全红禅来说 接下来备战巴黎奥运会 需要更加专注 但是中国跳水队 拿到了更少代言之后 跟全红禅作为人气最高的总统 总是要被安排参加各种活动 这对于她来说相对不利